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跟蔡叶伟议员 有鉴于银法族的无价智慧 可以用叙述方式来做更好呈现以及记录 在议员的经费支持下全力协助 由淡水文化国小陈伴 淡水区长者生命史工作坊 以新名礼跟邓公礼为事办基地 为期十个礼拜的工作坊 一共有26位长者参加 在这个星期举办的成果展 展现了长者丰富的智慧与生命 新北市教育局与蔡叶伟议员 有鉴于银法族的无价智慧 可以用叙述的方式来做更好的呈现以及记录 在议员的经费支持下 全力协助由淡水文化国小陈伴 淡水区长者生命史工作坊 以新名礼以及邓公礼为事办基地 在过去维持十个礼拜的工作坊 共26位的长者来参加 在这星期举办成果展 展现长者丰富的智慧与生活 让每个老人家都能够去抒发或是谈论 那他自己人生过程当中的喜怒哀乐 成就感等等 那在跟彼此的分享当中 其实他也在沟通 他也在跟别人分享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 一个老人之间的一种互动 也是一种学习 甚至也把他人生最宝贵的智慧 怎么样留下来给他自己的子孙 议员表示在长者述说着自己年轻的故事 不只是分享给大家更是一种沟通 在预先及景真两位老师专业的引导下 长辈分享整理影响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事件 而每一篇故事都令人动容 校长表示这些长辈的大时代小故事记录下来 不只是分享也是很重要的传承 可是我觉得在那一代的大悲欢离合的大故事之后 对于我们这一代是一种很重要的传承跟交代 所以我们当初承办这个活动也很谨慎 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那两个里长包含议员都很支持之下 我们在很专业的老师里面带了工作方 让长辈们从不放心到宽心到信任到分享 这段过程很重要也很好 都参加一些活动参加一些课程 给予一些知识 这就是我们参加这次生长期的收获 其实长者生命许工作方在过去新北市中和就曾经举办过 成效相当不错 因此这一次教育局更带进到淡水区 以邓公里还有新明里为出发点 两位里长更需到场参与 长者生命许成果发表 而这些记录更去做成影像 未来更希望朝向淡水其他里来进行 让长者说出自己的大时代当中的小故事 记者许多安一带水采访报道